今天唯一的工作呢 就是一直盯著我的訂閱數 然後刷新 看什麼時候會超過10萬 啊 已經99974了 我相信一定要超快的耶 小鼓 快去訂閱我 你跟大鼓 剪剪一人一個 好 這兩個人 這兩個人 9998了 會有人退訂啊 等一下刷新 不然人變手 看看看看 最後一個人會是誰呢 它是5月4號的 下午12點 56分 變9998了 誰給我退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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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喔喔喔 好又回來了 99999了 現在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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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萬訂閱囉 嗚呼 開心 這個月呢 我的訂閱數就非常瘋狂 從8萬咻 直接變成10萬 我覺得非常開心 然後也很歡迎新來的腦粉們 哈囉 歡迎大家加入 跟我一起變成金魚腦 然後變環保吧 我的頻道的第一支影片呢 是在2017年的9月29日 也就是說 我現在已經拍片正式滿兩年半了 超級久 沒有想到呢 我也終於迎來了10萬訂閱這一天 然後我也 超級迅速的就去 申請了我的獎牌 希望可以趕快拿到 然後真的很感謝腦粉們 你們的支持 因為有你們 我真的才能走到今天 現在這個地方 對 那其實我最近上傳 《記憶力》那首歌之後呢 我就陸續收到了 很多腦粉的留言 跟IG的私訊 然後我就覺得 其實真的很感動 因為 就是很多人會說 喔我聽了你的歌一整天 或者是你的歌真的非常洗腦 我每天都在聽 或是有人說 我每天都要聽你的歌十遍才行 對喔 然後甚至有人把我的歌拿去cover 或者呢 就把它改成鋼琴板 然後再彈奏 我就覺得很開心 那年我們的快樂 還有不愉快 統統丟進大海 坐著發呆 畫著記憶的那一片天 這讓我想到我在大學的時候呢 曾經有去一個展覽 在北美館 然後那個展覽就是 在討論關於禮物跟時間 然後到那個展覽的最後 他就會給每個人一張支票 然後在那個支票上面呢 你就可以寫上一個時間長度 跟你想要給的人 然後你寫完那個支票之後呢 你就可以拿去給你想要的人 讓他去兌換 例如說你寫上十分鐘 就代表說 喔我想要給你 我神生生命中的這個十分鐘 就是送給你 然後我覺得這個支票很特別 因為時間真的是 這世界上最珍貴的東西 因為時間流逝之後 他就不會再回來了 所以如果你看了我的影片十分鐘 對我來說 就有點像是 你把你人生中的十分鐘分給我 這真的是一個很珍貴的禮物 對然後也很開心我的影片 有多多少少製造一些歡樂給你們 對不管是多還是少 只要有一點點 我就覺得很開心 這一路來其實真的 蠻辛苦的 因為環保真的不是一個 很好發揮的題材 然後我自己又是那種很常 想腳本會想一想 就陷入一個小圈圈 然後跳不出來的人 所以曾經真的有一段時間是 不知道該怎麼繼續拍下去 我甚至有拍過一支影片 在講這件事情 然後我還記得很久以前 有遇到YJ的時候 還有跟他說 嗯 我覺得我可能 不會再繼續拍片下去了吧 就覺得自己的影片 真的可以帶給人什麼嗎 就是 可以帶給別人快樂嗎 還是 我也不知道 不過每次去戰勝自己內心 那種糾結的時候 真的都是因為看了大家的留言 有時候打開IG的陌生訊息 就會看到一篇這麼長的留言 然後他可能就在說 喔 金魚腦我看了你的影片之後呢 我也會開始帶自己的環保帶出門 或是自己的環保餐具出門 然後我也開始改變自己的生活 然後希望你可以繼續拍影片 然後謝謝之類的話 然後每次看到這樣的留言 就會回想到 就是自己其實最開始 也是因為看了台客導演的影片之後呢 自己也才想要開始做改變 然後最後才去拍影片 拍攝環保 然後去影響更多人 所以如果我自己也在別人的生活中 可以帶來這種好的影響 哪怕只是一點點 我也會覺得 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呵 好弱毛喔 雖然環保真的很常被人唱 所以就是覺得說 啊環保沒用啦 或是只有你們幾個人在做 哪有什麼改變呢之類的 但是如果都沒有人開始去做這件事情 他真的就永遠都不會成功 今天如果是我一個人做一點點 那當然影響很小 可是如果我們每個人都可以做一點點 不拿塑膠吸管 不拿塑膠再開始 慢慢去改變 累積越來越多人 其實就會造成很大很大的影響 反正呢 我覺得是對的事情 我就會繼續做下去 然後如果大家也想要一起做的話呢 就可以一起 我會很開心 然後剛剛有提到那支 就是我去年拍的影片 就是在討論說 喔我拍YouTube 拍到有點糾結 然後再跟大家聊我當下的心境 就是覺得好像 常常拍影片是被時間追著跑 然後因為每週都要更新上片 所以常常會想不到好的腳本 然後就要上片了 就會覺得對自己的作品沒有很滿意 然後拍片 有時候會變成一件很有壓力 跟沒有這麼開心的事情 對 然後其實這段時間我真的調整了很多 然後覺得現在好像 也有找到比較適合自己的方式 跟自己喜歡的風格去拍影片 雖然當然還是會追求就是 去拍出大家喜歡看的東西 但是我覺得更重要的是 我自己也能夠發自內心的 愛我自己拍的東西 因為如果連我自己都沒有辦法 喜歡我在拍的東西 或是在拍的時候 我沒有辦法感覺到快樂的話 那我覺得看的人一定也會感受得到 然後所有大家留言我都會看 就是可能我沒有辦法馬上回 尤其是最近那個影片的留言真的是爆炸多 對雖然沒有辦法馬上回 但其實我都會看 然後我就會集中在某一個時間 再好好詳細的回覆大家的留言 而且大家都很可愛 就是最近的影片一直有人說什麼 岳母好美喔 什麼 欸哈囉岳母什麼的 喂 你們這些人 害我看到那種留言 就不太知道要回什麼 有時候就沒有回了 那最後的最後呢 Muchas gracias a todos por apoyarme todo este tiempo Gracias por darle valor a mis videos yo puedo sentir la sinceridad de sus comentarios quizás sean pocas palabras sencillas pero me hacen sentir muy conmovido después de leerlos sus palabras también son la que me impulsa seguir firmando sin parar en este momento realmente siento muy afortunada por poder seguir este camino con todos ustedes y tengo que decir muchas gracias a todos 感謝大家的支持 然後之後呢 我會拍10萬Q&A 天啊我等這天等超久的 所以大家可以盡情的在下面留 任何你們想要知道的問題 好不好 越多越好想問什麼就問什麼 我會盡量回答大家的 對 除非是什麼奇怪的問題 我就會自動忽略 好 好啦那 總之呢 今天影片就到這裡 喔 如果喜歡的今天影片 別忘了喜歡的 留言 分享 分享 不要忘了 訂閱 然後按鈴鐺 按鈴鐺 我是Go Fishbrain 我是Go Fishbrain 我是基力短暫 但是愛拍片 愛拍畫畫畫 還喜歡唱歌的基力腦 我們下次見囉 我們下次見 拜拜 說了好久 我的專輯終於要來了 基力腦的環保專輯募資 在桌子上面也已經開跑囉 我會把資訊都放在下面 大家記得要點進去看喔 拜拜